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1月9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怡婷 疫情的最新动向 但您来了解 昨天晚间本土又新增了一例 初步判定和桃园机场没有关系 是北部一位防疫计程车司机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说 已经筛检了相关的人员 目前结果都是阴性 详细情形还是要等下午2点的 指挥中心记者会上来统一说明 另外持续关心就是桃园机场的部分了 确诊个案到现在已经累积了14人 调查发现这个案情真的非常复杂 因为光是传播链就至少有三条 包含最先确诊的清洁员 还有保全人员已经确定了 基因定序和清洁员无关的 防疫计程车司机 而昨天又传出了有两位 首推车人员也是快筛阳性 现在还在等待PCR的结果 由于这些确诊者已经到了14例 病毒也已经进入到社区 所以桃园市府今天就发送了 3000多封的细胞简讯 提醒民众加速采检 现在大概居隔了大概300多人了 针对金赏歌友会的专案 以及中贞市场的专案 两个专案都要扩大这个采检 那金赏歌友会我们也掌握了 这个会员名单 那警察局已经全面完成清查了 那名单的所有人都打过电话 那没有采检的一律要采检 另外细胞简讯是发给曾经到过 或者附近 他未必有到过 所以他发的范围比较大 那我们一个一个追踪 那让这只要去过的都要采检 那如果有近距离接触的 那就要隔离 好 可以听到加强防疫的强度 就是因为病毒无所不在 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我们都已经习惯戴上口罩 也是要避免病毒直接进入到 我们人体里面 有些人甚至到了卖场 或是人多的地方 还会戴上护目镜或是手套 不过千万别以为这么做 就是完全没有风险了 如果忽略了一些细节 这些病毒还是可能会来到我们身边 行政院长苏贞昌 卫福部长陈时中 到桃园机场视察防疫准备状况 但防疫计程车排班经理 戴手套握麦克风 说明这个举动 让陈时中部长当场眉头一皱 手套的部分 我们每一个都会要求到 他一直戴他一戴 你什么都戴 我刚刚本来在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我自己就戴着 我要避免去接触吧 关键点在于 戴手套不等于安全防疫 要去摸污染的东西 就会戴汗套 是 那要然后要回到干净的地方 就要把手套脱掉 然后手要碰干净 是 要不然你就要戴两层 从疫情爆发以来 不少民众出外都会自备手套 有些卖场还会提供手套给消费者 不过这些行为却是错误的安全感 反而更容易传播病毒 避免防疫细节变成防疫破口 卫福部决定 请感控护理人员到淘基 示范每个防疫步骤 及时纠正错误 大爱新闻桃源综合报道 Omicron迅速传播 让很多国家现在都像是回到去年 看到疫情是急速升温 除了欧美国家之外 亚洲的印度 这个确诊趋势图 也是又快要呈现了90度的排升 去年12月的时候 可以看到 这个单日的确诊数是将近万人 不过一个多月到了昨天1月8号 却增加了14.1万多 面对这个局势 政府是赶紧祭出了周末宵禁政策 不过商家听到都觉得很崩溃 因为生计又要遇上问题了 但是更讽刺的是 当地又正值了选举期间 候选人也没有因此缓下脚步 仍然是积极的上街败票 成千上万人跟着败票车缓缓前进 印度五格邦即将进行议会选举 疫情不乐观 候选人仍加紧脚步催票 新德里一天内新增1万7千多人染疫 当局下令包括首都在内的多座城市 实施周末宵禁 餐厅酒吧客容量解办 警方在路上检查民众的小警通行证 部分地区甚至关闭了学校和电影院 种种政策全是为了遏制病毒传播 但对很多商家来说这是天大的噩耗 其实印度去年同样因为选举期间举办数万人的竞选活动论为疫情镇央 如今类似情况再发生 宫外专家担心上次的教训已经被遗忘 噩梦恐怕重演 待新闻留学于编译 国际间还要关心意外消息 每到冬天的时候赏雪是很多人的必备行程 不过在巴基斯坦北部却因此酿出了意外 这是当地一个小镇叫做摩里 罕见地降下了大雪 许多人看到都觉得很开心 想要赶快去关雪 去玩雪 结果就因为人太多 道路太窄 而这个雪又下得很大 结果数千辆的车都被困住 动弹不得22个人死亡 救护车载着棺木缓缓开过 一旁站满哀悼民众 亲属抱头痛哭 一家八口信冲冲的出游 回来却是冰冷遗体 巴基斯坦北部避暑小镇摩里 日前罕见降下大雪 吸引数千民众上山 不料遭到围困 包括十名儿童在内 共22人因为低温或吸入有害气体丧命 摩里对外道路狭小本来就常阻塞 厄烈的天气让路况更加险峻 当局出动军队跟地方居民合作救援 不过现场还是有上千车辆动弹不得 索性里面的乘客都已经获救 积雪深达1.2公尺 救援行动相当困难 当局调派大型机具并出动山区特种部队 等到天气好转后还会派出直升机 搜索树林里是否有民众受困 大型新闻秋海岸编译 再来看到巴西整个东部地区都不太平静 像是在东北部也是因为天气下了大雨 引发灾情 至于东南部则是有一个著名的景点 佛纳斯湖 很多人都喜欢搭着观光船来浏览美景 但是昨天却发生了非常惊悚的意外 可以看到在瀑布这边的岩壁一大块就这么崩落下来 砸中了底下的观光船 造成了七个人死亡 三十多人受伤 现在还有三个人下落不明 在水平均我们有一个工作的搜索 在水上 或者是沙子被造成 我们有一个工作的搜索 会继续 我们正在活动 跟证据 跟家庭 再看一次 这个画面真的相当惊悚 这片岩壁不偏不倚 就砸到了下方的船只 目击民众看到了不断尖叫 而救难人员赶紧把受伤民众抱上岸 当局表示 当地近来连日大雨 可能就是崩塌的原因 基于安全旅游 夜间将停止潜水作业 此外当局也会调查 是否有人为舒适 再来就关心东北部的水患 巴西这个马兰劳州 一座城市在一天之内就下了半个月的雨量 让新的一年才刚开始就有800多人流离失所 大水淹道只剩头部露出水面 巴西东北部马兰劳州的城市 英佩拉特里斯 一天降下100毫米 相当于当地半个月的平均雨量 200多个家庭被迫撤离 800多人流离失所 室内室外大淹水 连蜥蜴都踩在差点被淹没的小箱子上 紧趴在墙壁上避难 居民出入只能靠船 糟糕的是 气象预报 未来一周都会下雨 已经发布橙色警戒 可能引发土石流等灾情 呼吁民众要做好防灾准备 大约新闻地方编译 马来西亚前阵子也是爆发了水患 现在灾民正在努力复原家园 不过慈激志工 在当地协助的时候就发现 有很多灾民身上的家当少 甚至只有一件衣服可以穿 所以就开始整理了二手衣物 依照年纪尺寸做好分类 方便大家挑选他们所爱 一件一件把环保站衣物分类好 志工为的就是方便受在乡亲挑选 我们要把它归类小孩的 小孩男女的 然后我们要把它归类中年的 然后年长的 这样子他们就比较容易选 他们要的衣服 大水来得突然 居民只来得及逃生 志工爱家爱户仔细记录 灾民尺码和所需的衣服数量 干净衣物带给灾民们的不只是一丝温暖 更是为他们继续加油的祝福 在新闻 谢爱芬 黄志诚 杨文辉 马来西亚报导 在行善这条路上 努力和对方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如果面对到的是听语 障人士的话该怎么办呢 在此季绵兰之会就有这么一对夫妻党 投入了此季十几年来 一直在精进手语这一块 行善同时也能传法 听着歌曲 认真演艺手语 他们是棉兰慈记之工杨冰峰与谢梅仙 夫妻俩加入慈记十三年 都热衷以手语传法 我们可以更加识认识 和学习的语言 所以我们更加识认识 谢梅仙在棉兰知会的手语班 担任讲十八年 她说打手语会让自己心灵平静 我们需要在棉党 和实际上的语言 所以当我们学习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语言是实际上的语言 慈记每次有精脏研议 夫妻俩都是种子团队 对他们而言 手语句是带领民众 深入佛法的方式 手语带给这对夫妻的正能量 如今也透过他们的谬手 一点一滴传播出去 大爱新闻 尤其罗曼娜印尼报道 好 传法传善 更重要的还要传承 台湾彰化园林 也有这么一对夫妻党刺激志工 两个人从大学的时候就是慈亲 结婚时更希望组成一个慈激家庭 他们非常努力在这条路上 今年终于帮两个孩子 都圆满了融洞 一家三代以善传家 这一对小姐弟名叫 心宽念纯 爸爸妈妈都是慈激志工 很希望一起组一个慈激家庭 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就说好 要生一个心宽 一个念纯 然后女生叫念纯 男生叫心宽 上午一家人来见上人 小小孩送上竹筒 要让施工救人 跟你去救白人 救人的 救人的 就需要你 爱心救人 对 你给我一个 我真是你的 李兆琦分享 心善的原因来自爸爸 爸爸去年八月 检查出示癌症末期 十月往生 临终前特别叮咛 父亲临终前几天 特别交代弟子 未来一定要为公益 为众生做事情 他也是慈父 也是智慧之父 他的典范带着你们 你们真有好 心宽念纯嘛 他就给你们教好 慈激路是开阔的 走就是对了 刘乃慈的妈妈 是彰化自身慈祭之工 言教不如生教 行善代代传承 当然高兴啊 终于有人传承 也是走慈祭路啊 做慈祭人啊 一家三代同入慈祭 感恩难得的姻缘 小小心田 拨下爱的种子 爱将会开之散叶 大一新闻 张俊宁新红 彰化报导 慈激志工高兆良 常年接引了 更生人游迷转悟 电视剧啊 阿良的《龟白人生》 就描述了 他的人生故事 而在播出之后呢 反应也相当热烈 启发了很多收容人 所以今天上任行 找到彰化 就能看到现场 有许多位更生人 深刻忏悔 更生人江家轩 曾经历严重气暴 身上有多处伤痕 过去因为一样眼光 及赔偿惊压力 误入企图 我有真心忏悔 自己说犯的错 然后用自己的资深生命 去影响更多的人 成为别人生命的阳光 江家轩才艺出众 巧手描绘花莲 禁私经社 带剧场阿良的龟的龟白人生 在铁窗内 引起广大的回响 我们把高老师的故事 整个让同学看到 让他们在无形中 能够看到别人的生命 不是这么的一帆风顺 可是如何借用法语 如何借用这个让大家走出来 电视剧已经告一段落 爱的循环正要开始 高兆良的故事 制作成生命宣导短板教材 将发挥更大善的影响力 人不怕错 只怕不改过 让人其勉禁私弟子 往正确的方向走 步步行进 大爱新闻国林辽学信 张华报导 在今天的温馨座谈当中 还有很多位学校的校长 也来分享自己的感动 感谢祭司书璇 进驻校园丰富藏书 陪伴孩子成长 同时也回忆起了 921大地震 慈激的爱落下热泪 我本来没有这么激动 但是我越讲就觉得越感恩 讲到激动处 忍不住泪流 非常感谢慈激 我很有福气 因为后来书璇就各移在中疗国中设置 921中疗国中受创严重 刺激原件 20多年后延续爱的希望 禁私阅读书璇成立 这个书璇把它成立起来的时候 全校那天非常的感动 代替我向老师们还有孩子们祝福 张画南投 一共有三十间学校有书璇进驻 其中步伐偏乡 久而一希望工程 减灾希望工程学校 书是孩子的良师义友 也是智慧的传承 那我们的学校有这样的书宣 禁私阅读书宣 其实就提升了我们学校的阅读风气 他是平和国小校长 久而一往事 历历在目 我自己有一对才六个月大的双胞胎 那个时候没水没电 我的孩子在地震过后 喝到的第一口奶水 是我们的慈祭的师兄师姐提供的 分享心情 更分享书璇 进驻校园的感动 爱的交流 善的启发 大一新闻黄子玲李月威 张画报道 发明方便生活 来看到这个是以往 如果要检测水质栓减度的话 仪器总是比较不方便携带 所以屏东科技大学就研发出了 具备行动通讯 携带型的检测仪器 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检测 环境的酸碱值之外 这个数值还能够传到云端 不受空间跟场域限制 随时随地就能检测水质酸碱值 他这样检测起来就表示 这个水还是稍微有点偏酸 有可能是因为土地造成了一些影响 它的便利性就是 带着就可以去量测 然后不管你是单次量测 还是连续量测 变成两个独立的个体 超过半年不断改良跟研发 屏东科技大学开发出 攜带型酸碱检测器 检测仪器还有卫星定位 同时结合APP软体开发 检测过程可以立即把数据 传送到手机及云端 我们在这边检测跟那边检测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从地图上看到不一样的地点 然后就不一样的数值 不用笔不用值 全部的话送到你的手机 还有送到云端 可以知道你这个区域的 那个酸碱值的一个变化 检测仪还可以检测土壤酸碱值 目前已经申请专利 未来可运用在医疗检体上 还有水质土壤等环境监控 随时为环境安全把关 大爱新闻学员萧红树屏东报道 再来看到这个创意竞赛 吸引了北中南东200多位的师生参加 这里面融合了艺术创作 体能训练 还有探究实作等等元素 为跨域学习手作实验 提供一个交流平台 丢出这个弹力旋风球 落地没再指定区域重来 双球落地成功 想拿分得说出学到什么原理 丢出去的时候 会让它的弹力未能转换成动能 转进这个框框里面再反转回来 一个实验 去算它的做出等周期的圆周运动 未能变成动能 动能在储存未能 来回但是因为有摩擦力有空气阻力 所以最后当然能量都会消耗光 很好看很好玩 但能量的概念又很棒 又会让小朋友可以知道说 能量互换的概念 比较薄的感觉不是比较好转 转起来感觉比较顺 彩蛋搭降落伞从天而降 这飞行船关得靠动手做 缓装装置要有点弹力 不然的话就是掉下去的时候 蛋肯就会直接睡掉 经过刚刚的降落 我们看的话是原型应该会最好 有成功也有失败 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要做得更好 当然他们一开始会很紧张 说不会就学啊 所以他们就自己上网找资料 自己看说自己学习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蛮好的 第一届全国创意十座竞赛 全台各地230多位师生参加 融合艺术和探究十座 让国高中生的学习历程更丰富有趣 大新闻无意宣承立委高雄报道 来看一个感人的故事 这是源自于英国警方 最近破获了非法养殖场 其中有一只饱受折磨的狗狗 更在走失了8年之后 重回主人的怀抱 久别重逢 泪水再也忍不住 瞬间溃蹄 英国有对夫妇 饲养的爱犬凯西 多年前走失 如今终于回家团圆 原来凯西当年 还只是只小狗狗 被窃贼偷走 从此下落不明 直到最近 兽医发现她的真实身份 更透过宠物侦探 揭开过去八年的谜团 凯西历劫归来 而她的一窝小狗也获得救援 如今他们各自找到归属 也总算能尽情享受被宠爱的滋味 达兄好 反正免疫 今天是周末最后一天 各地天气都还不错 有阳光露脸 不过这个好天气要好好把握了 因为星期二下午 就会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或是大陆冷气团南下 预计会影响到星期六 都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而气象局还预估 这个低温恐怕会来到10度左右 接着关心今天的温度数据 以上是这节大爱午安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 顺心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